當我在創作的時候 我繞了一圈 可能走一些遠路 可能走一些岔路 但是其實作為一個 興趣很廣泛的年輕人 其實不需要去太限制 就是你到底 你要不要專心自製在某一個小小的一個領域上 對 反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而是因為你繞了遠路 所以你發現自己的 たべедь、「都有原因,但都要找到問題 是甚麼? 我自己冼了 都要找到那個問題 無人 他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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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想象力的一个启发 从我国中的时候得到第一台脚踏车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拓展 我的领地就是开始去骑到比较远的地方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 就是国中的时候第一次进入成品书店 成品书店其实它有很多的书籍 然后还有唱片 然后还有一些礼品 那我觉得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新奇 非常冲击的一个一些很有活力的一些作品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很常去跑书店 然后开始被这些时光视觉的东西所吸引 那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接脚踏车 然后不断地到更远的地方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因为我的行动移动能力变得广阔了 对我开始去鞋脚踏车逛一些店啊一些小店啊 开始去一些山上啊 然后越骑越远 那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小朋友来说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生命经验 因为其实可能家长很少会带你去看书店有什么书 对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我的启蒙是我自己骑脚踏车自己去逛 可能平常不会去逛这些店 对然后从中发现 因为我对这种也很有兴趣 对所以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我就念了父亲战功 父亲美功 对那时候其实我的成绩非常的差 那我只会画图而已对那时候我也是很专心的想说 我很确定的我在美的东西 视觉的东西就是看到有这些 让我吸引的作品 我很确定以后我也想要做出来 我也想要做像这些东西可以 让人家觉得很厉害 那我现在回头看我以前 就是在学生时代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历程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在画室学画了 那当高中进到了父亲美功 很多时候是在训练就是画写实 在技术上更加的求精进 那我目前看起来是 其实我很多的部分 就是希望可以把画画的更好 更强然后受到赞赏 其实我那个时候现在看是太过于的去着重于技术面 当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 你要有一个扎实的技术才有办法去完成你想想的那个作品 对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在高额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师叫王公泽老师 其实我被老师教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大概半学期 在同学们包括我自己都在追求怎么样画出一张更好的水彩的时候 他那时候教导我们的是很纯粹的点线面的韵律 对他教 他提了一些艺术家跟我们认识 像米罗啊 马蒂斯啊 或是 莫兰迪啊 那时候是我们以前没听过的 甚至是赛赏 怎么去认识这些很单纯的 就是点线面的构成 关于音乐性 关于律动 关于节奏 然后 我们出去写声的时候 不是单纯的画一张好画 很漂亮的画 而是怎么用情感去感受你面对的风景 那我觉得 这个部分对于 一个高中生的想象业的启发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其实我以前完全没有说过 比较启蒙式的训练 我都是在画室很 认真的去画一个石膏像 然后怎么样 使用各种美材 各种铅比 探比 对 那更幸运的是 我觉得 后来就是我有机会 就是到了 附近上空回到我的母校 对 去 教课 那时候我带的是 风景写声队 也是 就是教学生们 就是画水彩 去 叫大家去写声 那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回想到 这个老师 曾经给我的一些 启蒙式的一些想法 嗯 我就希望 能够在 短短的课程中 带领学生 去 写声的过程中 而不是去 不是去 告诉大家 就是 诗中诗怎么画 怎么做渲染 怎么样做重叠法 更多的事情 怎么去 有感情去看待 你坐在这个风景之中的时光 怎么样去 更多 有创意的 或是 有想象力的去投入在你身处其中 这个场域 所以我带他们去写声的地方 是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就像 带他们去 医院 对 或带他们去 大学 里面的 某一面墙壁前面 对 那我觉得 那段时光对我来说是 很特别的 因为 其实我是 用尽了我 几乎 当时毕生的 就是绝技 还有我的想法 然后希望 很希望可以 留一些种子在学生心里 对 哪怕是他们突然有 哪一天 可能数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想起了我的某一句话 然后 让他在某一个创作上 多一点点的想法 那我觉得其实就很值得了 对 包括我自己 这是我以前在 复兴求学的过程 因为我 白天是 就是很一般的 跟着学校的课程去 就是 美工科的 一个画图 然后一些其他 各种做模型啊 然后一些 自学图学的训练 晚上 我会自己去外面 学习设计 那我觉得 刚刚说的那一段 启发式教育 对我在 之后学习设计的历程 有很大影响 我如果可以更简化的 然后更概括式的 更概念式的去理解设计 那我就不会用 就是比较自私化的 比较可能我看到 可能影片就是这样拍 可能唱片就是一定要放一个 某一个大家印象中那样的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执行 那我觉得在初学设计的时候 这样一个启发式的教育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当我开启了 现在 这段旅程 因为我的展览叫做 《意图之外》 对 它其实就象征着 就是 一个歧视 好像你从你的 家出发 然后经过了重重的旅程之后 你又回到了原点 对你的初衷 可是你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发生过很多事情了 对 然后 当你回来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成长了 你更加认识自己了 它很像是公路电影 公路电影通常都是这样的 一个神经模式 那我觉得 当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绕了一圈 可能走一些远路 可能走一些岔路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 兴趣很广泛的年轻人 我觉得 其实 不需要去太限制 就是你到底 你要不要不要专心自制 在某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上 对 反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而是因为你要有远路 所以你发现自己 嗯 其实 我现在想讲的可能 不是关于公路电影 我觉得很小的时候 有一本书 就是国中的时候 然后启发我 它是寒寒的三重们 那内容其实在讲一个 呃 就是高中生 面对高考 然后他也非常的彷徨 然后 其实书的最后结尾 它是不知道何去何从的 那 我想讲的是 这个 我当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就是国一 就是很小 然后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公路电影 可是 就是 那个时候我在想 我就其实看到这本书 我在想 哇他好勇敢 他 竟然可以就是 拒绝体制 然后 似乎是渐渐的踏上 真正成为记忆的这条路 可是他 还在余途中 对 然后 因为韩寒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 中国的年纪嘛 对 这是一个大家 常常看到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成功人物 对 那我觉得 对我来说 这个启发是 其实你就是需要 踏上这个旅程 像现在 很多年轻人 呃 就是很向往去旅行 我觉得 呃我们都不约而同的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不管你什么职业 对 然后 都很向往着远方的某个风景 对 然后 因为这些旅行的经验 而开始拼凑了你 现在有的人生 对 那我觉得其实是 你到过每个地方 然后去过 认识的每一个人 发生的城市 而构成了你现在有的自己 对 其实这就是 常常我们看到公路电影 所以有这么多感受的原因 像我们现在去 可能 去书店啊 或听讲座啊 这么多的 告诉你 就是啊我去旅行过 你也应该去旅行 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是 对我而言 其实 它是象征着 这是某种 就是 自我的实现吧 对 藉由去 踏上这个路途 更加的了解自己 它其实 远方的风景 其实并没有 说它真的 这多远 它其实是一个 想象中的 就是我们 可能没有到过的地方 那对我来说呢 其实 像我把工作室 设在三职 其实它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过程 对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机会就是 来往城市 就是都市 台北 和北海岸 然后 藉由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 那时候我骑机车 然后 骑到北海岸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是 骑在一个时光里面 因为它其实路途很遥远 对 但是它是我从小 生活在都市里面 比较没有的经验 你可以看到 就是回家的时候 它是迎着夕阳 然后旁边有相思树林 对 其实 我觉得 那种相间的那种感受 对一个 都市长大的小孩 它其实是有一个陌生感的 对 那 可能 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来说 我仿佛觉得 当我去 这么 稍微有点距离 其实它也没有 就大概40公里的距离 它其实是 一种逃离 因为 从小生活在城市 其实会有点变反 会有点觉得 就是 生气关系如此的复杂 时间过得如此的紧凑 然后 呃 其实 在大学的时候 那只是一个打工而已 那我反而会觉得 哇 我是属于这里 我很希望 哪一天我可以 就在这边生活 那是一个想像 但其实它并不远 它只是一个 你想像中的生活 你想像中的 一个生活方式 其实 三支 真的不是很远 对 那我认为我自己 是 离不开城市的 一个人 对 我没有办法搬到 这样花冬啊 或是什么 但可能多年 或是多年后的期待 那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 就是马上 可进可退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现在在都市工作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可以回到我的城池 对 我可以继续保佑我 就是安静的 的心灵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在三支 这是我自己建构的 我自己本来理想中 想要完成的一个 小小的层次 对 我可以得到一个 就是 我 当初年轻的时候 想像的 那样的 一个 一个愿景 对 那在我的工作室 其实用很多的水泥 水泥这个材料 我觉得它很有趣 它是我一直很着迷的 因为它灰灰的嘛 然后它 很难被控制 因为它会裂 然后师傅如果做完了 它其实长长是怎样 甚至它会随着时间 就是 溫度会做变化 你要接受它的一切 对 那其实我的工作室 用了很大量的水泥 看起来都是灰灰的 对 我其实是 很喜欢这种 介于中间的 就是很中间的颜色 就是灰色 它仿佛就是可以包容 这许多东西 对 所以我的工作室和空 对 可能不同于一般的 工作室的样子 它可能看起来是 稍微有点太过空旷的 那我觉得这个空旷 对我来说很重要 像我的工作室中间 我用水泥搭建了一个中导 一个餐桌 那 这个餐桌其实是不能被移动的 它其实是定在那边很大很大 然后占据了几乎我的工作室的一半的空间 那我是希望这个水泥台面它有一种类似岛屿的一个状态 仿佛就是我的生活都绕着这个岛屿 然后来 来访的一些客人呢 或是我家人们 他们都是 可能就是绕着这个水泥 生活着 或是 聊天着 然后在这个空间某一个位置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 就像旅人一样绕着岛屿 对 特别的是 我后面做了一个玻璃屋 然后这个玻璃屋呢 它其实很热 对 光洒下来 那 我其实并没有把它当作 就是 在这边 用电脑啊 或是画画的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 就是种植植物 就是我一盆一盆 因为其实我 不是很擅长养植物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是 我买一盆植物之后 会觉得 我好像渐渐的开始了解 了解这一盆植物了 看到它 就是 好像叶子稍微有点垂辣 然后或是 稍微变 今天比较茂盛啊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我 还在一个宠物 慢慢了解它 然后一盆又一盆的 像是收藏一样 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我后面的 这个空间 变成是 养植物用的 对 那我觉得这是生活在都市的时候 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 在我现在的生活里 我觉得世纪的变换特别的鲜明 以前可能没有发现 冬天的太阳晒进来 那影子可以被拉得那么长 这么美 那也没有发现 夏天的时候 就是外面的树 长得这么的快 那现在在我生活里 就是离自然非常清静 或者是以前 入室太深了 在 在都市里面 对 你会 失去的这种 对时间 对自然的感受 那我觉得 空间真的是可以 改变一个人 嗯 其实我跟业主之间呢 嗯 我自己会觉得 设计 作品 它很像是 你跟业主 一起去完成 一个 他想像中的 一件作品 只是 加入了他的生命经验 如果是 创作的话 我通常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嘛 就是想说挖掘自身 但是 今天你要做一个设计师 你其实 要具备比较理性 分析 理解问题 然后 再创作 然后 通常 你的客户 你的业主 他其实并不是 这么了解 他需要什么 对 那如果 做一个设计师 你完全造成业主的 就是 他跟你讲什么 你就做什么 可能你没办法达成他 真的想要的 对 那我觉得 对我来说很简单 就是 只要 业主想的是80分 你帮他再加20分 可能再多加几分 对 然后完成 他 想像中那样再更多 帮他想到更多 把自己当成同一阵线 就是好像 今天他负名的任务 把他想像成 就是你自己要 去完成这个东西 例如是一家店 那好像你自己要开一家店 那我觉得 其实这样就已经 可以得到不错的回应了 我觉得设计师其实是 你必须要有 不要复制自己 当你今天得到一个挑战 的机会 你有可能可以尝试一些 你之前没做过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应该要尽全力的去 想去 执行那个可能性 对 那我觉得 今天如果你能够 有幸的 就得到这个机会 那可能不会想去 不会尽量不要去往 简单那条路走 对 尽量 我希望我自己期许自己 是可以 当一个革新者 可以带领着 就是 可能性 就是做出可能性 嗯 其实设计师他 跟创作者不太一样 我自己 如果今天是帮人家做设计的话 我认为 我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角色 除了创造价值以外 当你完成了一个任务 完成一件case 你应该要 退居 幕后 对 让你完成的作品 就是在 这个市场 在这个市场 是慢慢的发酵 做出他应该有任务 对 那设计师本人 其实不应该太去抢 你作品的风采 好的作品 其实我 我自己现在觉得 当 我看到一个作品 嗯 我其实能 我其实觉得我不会很严苛 因为现在的 资讯太发达了 你很容易在各个平台 看到全球 很多很优秀的作品 不管是建筑 或是 呃 艺术 或是平面设计 或动画 对 各种 呃 这个世界上各种创作人 他其实只要找到一个亮点 然后把它做出来 把它执行出来 他都有可能成为 另外一个创作者的养分 那我认为今天你达到这个 这个 这个门槛 就是 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养分 这件事 他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嗯 其实我现在会接到一些名片的案子 那 通常会来 找我做的是我身边的一些 艺术家 创作者的朋友 那 很有趣的是 艺术家 发名片 他 在面对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 你才会拿出名片 这些人可能会对你的名片有所期待 因为你的身份特殊 会对美感 或是他期待说 你会拿到一个怎么样的名片 那 对我而言 今天如果你找我做名片 其实我被赋予一个蛮重要的任务就是 我要展现出来 这个艺术家的特质 或是这个个人的特质 那我就希望 每一个名片我都是全力以赴 对 我心里写的去完成这个 可能它是对于设计来说是一个很基本的 很微小的 合不足道的一个编排或什么 那它有没有可能性是 这张名片 可以真的让人家印象深刻 并且 并且 变成一个代表 标志的 对 本时这个 所以把工作室叫做本时制作 本时其实它代表的就是 当下此时此刻 一起一会的精神 如果 我有幸 得到这个人的委托 然后我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想到了这个创意 并且很幸运的把它执行出来 那我觉得 这就是本时的精神了 我能够把握着 每一次的 一起一会 其实当我在做名片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 在想说 就是有没有可能它 很像是一本 就是 这个人要 代表自己的书 那它的封面会长什么样子 对 所以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款 黑色的名片 那个 那个名片叫做林仲伟 那我只是把它的 中这个字 放到了它的名片的封面 那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 其实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本时精神 这真的是灵光一闪 可能 很多时候 我想设计的时候 他是找很多资料 然后想了 业主的需求 然后不断的分析 然后不断就是 思考之后 可能它卡住了 就是怎么做都是 很平凡无奇的东西 这个 这个名片我觉得 用完印象深刻的是 我想到 中这个字 那 回应就是这个 名片主人的人格 重就是有一个 就是 中间的意思 我就把中间留白了 然后把 最简单的一个设计就是把 两条线 放在了 名片的两边 然后用烫金做一个 重的一撇 和 另外一边的一个角方块 它非常的 低线主义 那 我的解释是 就是 仿佛 嗯 烫金就像月光 照亮了另外一边的湖水 湖面 那 旁边两条路 就退居两边 中间的路 让一边走 对 这个名片的设计概念 是这样子 那 我也很高兴 就是 这个名片主人 他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 就是因为 我的 创作者的身份 我会希望 我在做名片的时候 他看起来 不要这么的自私化 好像是只有文字的 如果有办法用图像去传达 他有一些可能性 不要 这么直接的让人家联想到 他可能是经过一些 呃 反除 或是一些 可能 思考之后 他会想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有一种 皇恩大悟去发现 线索的那种感觉 那我也自己期待 呃 我的每一件作品 他会 多一点点 概念性 让人家去发现 让人家去 去享受 就是 找线索的过程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帮一些品牌生者做他们的形象 例如 Logo 名店 甚至是一家店 很多时候我会遇到 应该两个面向 嗯 就是 这个 这个 品牌经营者 他可能一开始抱持着很大的期待 对 对 他很勇敢的去 做一些突破 那我们也 做了一个 这是比较特别的 不同于市场的一个形象 可是当他面对市场延酷的考验之后 他就有点 呱了 有点缩了 啊 我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对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面向可能是 他不够勇敢 他不知道怎么样定位自己的品牌 所以他选了一个比较中庸保守路线 对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品牌经营者 遇到一个困境 就是 其实你 真的 如果你要一直去参考人家的成果 获利模式的话 他其实很难 跳脱出来 对 而且更困难的是作为一个经营者 你会有很多的现实考量 因为市场会 会一直变动 包括你自己的 经营方式 对 你如果 没有办法 输业匪夕一直很努力的去 做行销啊 或者是 不断的去推广你的品牌 那就算设计师一开始做的是符合你期待 或是我们把策略想得很完整 那他没有办法 发挥他后续的效益 我觉得 经营者的困难点是在这边 我认为 创新这件事情 其实是建立在 一个设计师他必须要非常对各种事情 抱持着好奇心 而且他不会因为 就是他不是你的专业领域 而就是完全不去碰触 对 是因为你很多机会可以 接触到很多不同领域的创作人 对 如果你是一个插画家 那你很可能会有机会遇到一个导演 跟你一起合作一个MV 对 如果你是一个影像创作者的话 那你有可能会遇到很多跨领域的 像例如互动装置的一个合作 那 其实创新这件事情 我觉得只要你 保有对每件事情的一个 就是热情 对创作的热情 那 当你遇到一个 可能是你陌生的机会的时候 你很勇于去尝试 把它当作挑战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创作者非常乐在其中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用一直去想创新 而是就是有机会挑战的话 就竟然把你想像的那个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做出来 刚刚有提到如果今天跟客户一件不同 我觉得我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说服者的角色 因为变成就好像你跟客户是在对抗的 对 我觉得就这样子好像 通常的经验很难达到 就是彼此双赢的一个局面 对 比较多是把自己放在跟他同的阵线 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去挖掘他真正想要的需求 对 真正他面临的这些需求 和那个就是我们 待解决的这些各种方案的其他可能性 有可能他真的讲出来他要的东西 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对 当你就是设身处地有同理性的 放在跟你自己 把你自己放在跟他同的阵线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知道 我们现在真正要解决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现在当我们去逛书店 或是在一些可以看到商品的地方 他其实现在是设计非常活力的 对 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是从事书籍包装 或是唱片包装 那我想有很多就是设计爱好者一定会去 就是看现在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术 然后甚至是如暑假真的 你今天看到 知道这是王志宏做的 这是内永珍做的 很容易你就可以分辨出来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如果一线的设计师 设计师们方絮中内永珍 然后王志宏 甚至是延伯俊 这么多优秀的前辈们 他们都在从事做书籍包装 或是唱片包装 书籍装正或唱片包装 的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部分有 就是让人家眼睛一样设计的发挥 那我觉得彭欣凯做的很好 因为当我在选饮料的时候 就是发现黑松沙士 或是多喝水的时候 对我而言 就是我真的会去买那一瓶 对我来说它是 众多选择的回忆选项 可是我觉得 那个改变是非常奇妙的 因为 其实我们都不会记得说 今天这些饮料 是谁设计的 对 反而是 因为他做这件事情 他开启了这可能性 让我们看到 原来做设计 你不一定是 要在意那些可见度高的 就是唱片 可见度高的书籍 因为那次具有传播力的 但是 你现在选饮料 也是你日常生活 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你也可以看到 设计品 如秀设计品 它可能 在那个时候 会引起一些回响 它不是一个安全的设计 那我觉得 不要带着安全感 去冲撞 就是设计师的使命 要作为一个革新者 和带领者 为期许自己能成为 这样的设计师 展鹏 认识很久了 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 那个时候 是我 刚开始学习 写实绘画 应该 应该这样讲 那个时候 就是 刚知道它名字的时候 是武林小战的时代 然后 那时候我 一心想成为一个 画家 然后很努力的 在画油画 那 在网路上 看到它的作品 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 惊讶 惊讶于它 画人可以画的 这么的震撼 那 那个时候 我记得 第一次去看到它的原作 是在 《自己为是台湾人》 这个展览 对 我觉得 很有趣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反大气的人 所以后来有机会 可以 跟它聊到说 去那边学习 那它也跟我讨论了一个 很特别的 亦师亦友的 工作式 模式 就是它就说 那你就把你的作品拿到 我的 我的三支的画室 我们可以一起画 所以有一段时间是 我们一起 面对着 各自的墙壁 对 然后 它画它的图 它画我的图 那我们一起听着 可能金庸小说 然后 政论节目 或是一些 说书 那我们一边听着 广播 然后我们一边画图 那这段时间呢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 艺术家的情分 甚至它的奋斗史 就是从一个 白手起家的艺术家 渐渐的 因为它的作品 它的努力 而拥有了 现在的一切 这样一个过程 对我来说 是非常的 激励效果的 我相信对很多的 学画年轻人 他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 在那个时候 我办了一个展览 它叫做 《静静的小爆炸》 在外面 那我就用了 在这个时期 画的 六张图 展览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个时候 有一个前辈画家 来看我的展览 然后离去的时候 对我说 明刚你画得不错 可是你的画不像你 其实我听到的时候 没有很惊讶 因为我会觉得 这其实就是我一直 思考很久的问题 我其实知道 对 那 我要怎么样去 真的画出我的样子 其实我挣扎了很久 对 最后 应该说我现在还在寻找自己的路上 但是我找到的方法是 因为我有很多的 兴趣 对 甚至我 一路 学习美术的过程是设计于艺术创作是并行的 所以我最后回到了就是我一直以来成长的设计这条路 对 当我帮人家做名片或完成人家的一家店 甚至是很微小的一些可能做DM的案子 做海报 帮别人做展览视觉 这些事情上 我反而是觉得 我更加找到自己 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 有些人说 你从创作中才能找到自己 我反而相反的是 从 帮人家解决问题 找到人家的需要 更多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更多认识自己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活力的 因为 在我年轻的时候 不能年轻 就是高中的时候 刚开始 学习设计的时候 其实资料没有现在这么的 就是容易找到 你可能一定要去书店 你一定要去翻一些 那个杂志 对 然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年轻的 创新的 很乐于去冲撞 就是既有计定 设计既定印象的设计师们 然后我也不是 就是 完全设计背景出来的 我觉得 很特别的一个部分 是现在我们生活 随时随地都会看到 很有趣的设计了 像我一开始 在毕业 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开始自己接案子 然后 我遇到的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必须很妥协的 你必须去 就是 甚至是把自己当作一个 完成别人 别人需要的一个角色 也很快地去产出很多东西 到现在 你渐渐地可以去 找到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客群 甚至是 很多人说 这设计有一种 原价化的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 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 市场会把你的价格放在 应照你的价格 去放在一个 你应该有的位置 因为 有些人 他就是需要 500块的名片啊 对 他就是需要 比较便宜的设计 对 因为他的需求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 我倒没有很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 市场他会自动去 调节 把你放在 你应该有的位置 那 事实上 我一直觉得 我 还是很廉价 对 嗯 其实我觉得 因为 创作者对待每一个 每一个作品 都是 费尽心力的 所以 你得到的报酬 通常不会 是 你认为很丰厚 对 因为你花的时间永远比你 得到的报酬 还要更多 对 那我认为只是 其实 讲白就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你 真的想要做出一个好东西 所以你为他的努力 对 那如果真的 不合适的话 一开始就可以 就是把它断掉了 你就可以 就不用接了 对我来说 因为我在高中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在接案 我其实没有一个 就是去上班的一个过程 对 就连成立工作室 其实也是因为 开发票嘛 对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 对 那对我来说 其实你会自己知道自己的个性 适不适合去上班 和 成为一个 SOHO族 对 那 这个差别在于 如果你是一个 想要 稍微安逸一点 稍微稳定一点的生活 那我 我建议 可能你不适合 当一个 就是 你个人工作室的 最经营者 对 因为他其实是真的没有 休假时间 对 你要不断的去面对各种挑战 甚至是 自己的生涯自己负责 因为你如果没有 持续的去 做出作品的话 你可能就没办法继续生活了 对 那 对于这个状况的话 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 去评估 就是 你适不适合 就是这样的生活 想 谈到跨界合作 我想起2013年的时候 陈英之导演 他的宇宙印象 他邀请我 为 陈英俊 2013的 香港演唱会 做一首歌 那首歌是Life Goes On 对 的 演唱会视觉 那其实我 当时做的部分 这个环节 其实是 整个演唱会非常非常小一部分 对 那 当然制作的时间 不是很长 是有点 有点紧迫的 那我那时候也感受到了 就是 嗯 整个团队 就是非常的 专业 非常的快速 然后可以完成 每一件 每一件东西的这种 这种感觉 就是你要把 每一个环节都是 非常放心的交给 每一个在每一个岗位的人 那最后呈现出来的 陈英俊的演唱会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冲击是 这么多 就是这些各个领域的精英 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 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才能成就一件 如此精彩的秀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团队合作这件事情 在这个 庞大的娱乐工业 或是各个产业上 它其实是 非常重要 你要认清自己 其实 一个人很难做 很难成一件大事 那真的很大的事情 要藉由 大家努力 对 大家合作 大家激荡 这个是我之后的期待 但我认为 现在这个时代是 嗯 其实你要需要哪个人才 你有办法可以去找到他 然后去有更弹性的合作机会 并不是说你今天 一定要成立某一个 取向的工作室 然后你专门去做 一件事情 对 那 其实 我认为我身边有很多 就是也是艺术相关的 一些创作者 他们都已经有很多 跨界的合作机会 对 因为 我觉得是要 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比较有可能性去挑战 去展露你的创作 的才华 那 应该都是 就是很 很乐意去合作 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 其实 嗯 不外乎 就是 赚到钱 赚到一点钱 然后就是去旅行 然后 创作 然后生活 然后 尽量把自己理想的生活去实现 就像 嗯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 有 我觉得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在 这次的展览期间 遇到一个 像 上海的导演 对 那 他来自上海 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说 其实他对 台湾 他刚下肥 他第一次来旅行 前几天 他是有点失望 因为上海很庞大 然后 呃 在台湾他可能会觉得 好像 上海 的一切都比这边 更加的 更加的好 那 台湾似乎是有点 小小的 破破的 多久的 对 可是当他 玩了一个礼拜之后 游历了这么多的小店 这么多的 年轻人经营的品牌 他改观了 他觉得充满了活力 这么多的创作者 在这样的城市 就是活跃者 尽管大家 就是 没有这么多 那么多钱 对 因为是年轻人 那 嗯 用着自己 可以运用的资源 去完成着自己 自己 每一个 每一个品牌经营者的理想 对 那我觉得这是我印象 非常深刻的部分 所以 呃 我觉得 旅行这件事情 对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可是 最后你还是要回到 自己的家乡 不管你到哪里 哪怕是 呃很遥远的 冰岛 现在大家很爱去旅行的地方 哪怕是一些欧洲的国家 最后你 总是会带着你家乡的眼光 对去看待这些你旅行的地方 对 你会永远想到 像例如是我 我到了 嗯 可能去瑞士旅行 我就会想到台北 跟这边 有时候不同 最后你都会 带着你的家乡眼光 然后 回到你出发的地方 那 我觉得 呃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 如果有办法可以去看看世界 让自己的 创作生涯 可以走得更远 这一次的 各展 意图之外 那我选在松山文创园区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过往的 呃展览 场地 通常是一个 嗯 比较 大家是预期说我是来看一个展览 一个画展 或是一个 某某一个 类型的展览的 那 在 嗯 松烟这样的地方 它其实是很多民众 假日 可能去 呃 看看就是买买东西啊 买买旁边的小店的东西 顺便 进来看看 这个展览展场是什么 怎么样的 那 我的展场 地下铺着一些小石头 常常会遇到一些观众 就是在外面 探 探头探脑 然后 发现 诶 到底可不可以进来啊 然后就走掉了 他可能甚至连他进来都不愿意 那 其实这也是 就是我 呃 原本设定的一个 一个 目标啦 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意图 对 就是希望说 我铺的这些小石头 会希望说 它是创造了一个 你经验之外 好像是 不能走的路 对 在 象征的就是 当你偏离的 就是你主要 你设定好道路之后 看到那些小路的时候 你要拨开那些杂草 然后拨开那些小石头 勇敢的踏上 那条小径 你才能够发现 就是一个陌生的风景 对 所以我进来 我常常会看到 会发现一些 呃 观众他走进来之后呢 他会 太敢 就是去 看我的 VR作品 或是在石头上 很大力的走动 我觉得很有趣 反而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是 有些小朋友 他会 进来展场之后呢 他会开始踢石头 开始把石头捧起来 开始撒 然后甚至是摸摸羽毛啊 然后 在 我的那个 就是小小的结构上面 就是 吊单杠啊 都有可能 可这个事情可能是在 你在一个 正规的展览 场地 不太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 再 做一档这样的展览的话 我会希望我把 就是这些 观 观众 的一些 反应也考量进去 他是不是可以变成 他们的 各种触觉 的一种 一种 体验 如果我把灯调的更暗 让他不得不 更小心翼翼的 就是走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走到 装置面前 或是某一个文件面前 小心翼翼的再 拿起来看 然后甚至在这个展场 闻到一些味道 去 更加的扩大他 他平常生活没有的经验 那或许是我接下来的 一个展览尝试 在这个展览 我做了一个 嗯 影像 这个影像是 一个骑士的形象 对 他戴着安全帽 穿着皮衣 那其实 骑士也象征着 他是一个冒险者 对 他会 不断去探险 然后带着一点不羁 或是 嗯 你 仿佛是有点倔强的 然后 他一直不断的往前走 那 我 我创造一个球形的形象 就是他在一个 仿佛是 一个走不出去的球之中 然后他不断的向前 他没有 一个起点 也没有一个 结束 不断的在循环着 那我觉得 其实 每一个人 人生其实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是你 要 拨开迷雾 然后你不知道你要去往何方 可是你依然不断的前行着 那 这次我的 展览 我放了一些羽毛作品 这个羽毛作品 其实 是我自己目前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是跟我太太一起合作的 他是用棉子 去剪的一根一根羽毛 通常这个羽毛是鸟身上遗落的东西 那我把它一根一根的创造出来 它可能就是个别不同的大小 对 然后 藉由这个劳动的过程 我们仿佛是在创造一个 就是可能被遗落的东西 然后再 小心翼翼的一条一条的钓鱼线 把它黏上去 这过程其实很即兴 对 那我把这些羽毛安置在 另外一个网状的球状的结构外面 仿佛是他 不知道他的去向是哪里 不知道他是 飘落的 还是飞扬上升的 然后沉着光影 开始了他的下一段旅程 那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呼应我的展明意图之外 应该说 我之前读过一段话 他是这样说 这个世界上在忧虑的 通常不是天才或庸才 而是基于两者之间的人 他可能 有点聪明又不太聪明 对 不是那么懒 但是他又不够勤劳 对 那他一直很痛苦的 就游走于中间 仿佛就是他的一个枷锁 这段话最后结尾 他是说 行动就是解除这个枷锁的 最好的方法 那对我而言 其实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是一个平凡的创作者 所以我会对以前自己说 其实你不用想太多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 想做的事情 那不如就 赶快行动 赶快去做 当然 现在对我来说 忧虑也是 如影随形 每天伴随着 可是当我一点一点完成了 某个部分的时候 优越来越少 最后 当我完成的时候 其实会回想 每一次都会这样 回想到 一开始如此的紧张 担心 其实 就是因为我还没开始做 做完之后 我就有私服中 开始去想 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优越来越多 才能处理 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